那我把剛剛的東西稍微重複一下 或許各位沒看清楚 第一個就是下面這個東西叫時間軸 那我們可以透過時間軸來插入影格 那這個影格就是你現在目前看到的狀況 但是當你想做動畫的時候 你看到的狀況應該是相機視角的狀況 所以你可以稍微調整成相機視角 然後再插入影格 那以這個例子我現在插入一個影格 就是在這邊我選擇了E 然後回到這個畫面 然後按I 按I之後它會有一個 你要插入的是位置還是旋轉還是縮放 那這個是位置加旋轉 位置加縮放 位置加旋轉加縮放 旋轉加縮放這樣子 那大致上你最常見最常用的是這個 位置加旋轉加縮放 那我把它插入 那我把它插進去 OK這時候這裡會變黃色 那我調到20格的地方呢 我把它譬如說放大 那再插入一次 位置加旋轉加縮放 到40格的地方呢 把它縮小 再插入一次 位置加旋轉加縮放 那在60格的地方呢 OK我把它移過來 然後再插入位置旋轉加縮放 到80格的地方 那我再把它移過來 再插入位置加旋轉加縮放 到100格的地方 這邊我呢 再把它拉回來 但是呢我再給它旋轉一下 好 再插入 好這樣子我們往回看呢 就會看到它這個立方體跑來跑去 而且有變大變小 好那剛剛我們還加了顏色 所以在這裡 這裡有顏色的部分 我們也可以在 比如說在這裡 那我一開始呢 我就用藍色 那到了20格的地方呢 我想說我希望 如果你覺得這個格子調不準 你也可以用這個直接鍵入的方式 那這裡我希望把它調成綠色 OK 那OK剛剛有個問題 我現在都變綠色了 為什麼因為我剛剛沒有設定 我剛剛沒有設定插入影格 記得要插入影格 所以我現在在這裡呢 所以我現在在這裡呢 我按 我按這個 然後我把你調成綠色的地方 然後我把它換成紅色 好 記得要插入影格 到60格的地方 我再把它換成白色 再插入影格 到80格的地方 我再把它換成 也可以調這個 調成黑色 那我再插入影格 那最後呢 100格的地方 我再讓它恢復 顏色 到這上再調為藍色 OK 然後再插入影格 這樣你會看到它的顏色 基本上會變來變去 好 那但是我們剛剛大概就是 講到這個地方 那 那這時候 你一定會覺得 第一個可能 我按F12 顏色有點暗 那這個地方你還是一樣 可以調世界的環境光 這個世界的 Environment Lighting 這樣子它會亮一些 就會亮一些 那當然如果你覺得沒有地板很奇怪的話 你也可以加上一個地板 那當然你也可以貼材質 那我在這邊 我把它拉高一點 那剛剛的部分 已經被調掉了 OK 所以可能注意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是 OK 還在還在 還在這裡 所以沒有被調掉 那所以這邊 地板我把它拉下去一點 否則可能會擋到 那它是跟物件有關的 所以你選物件的話呢 它才會出現剛剛那些影格 那這個地板目前沒有改變 所以它這裡就沒有影格 那這裡有影格 那我們再播放一下看看 確定一下 地板也設個顏色好 地板 目前我把它設成黃色好 OK 那我們看一下 F12 OK 這樣有 那我選這個 選這個 那你會發現 它這個會跑 對不對 OK OK 那我的地板有點太高了 我把它拉低一點 OK 好 這樣子 才不會去擋到這一個 OK 好 這樣子 OK 那我們調成相機視角 再回來看一下 你就會看到 OK 這個 地方體在這邊 動來動去 OK 好 那最後呢 就是 你會發現說 我們 下面有一個 start 按end 這個代表是 就是它的起始的影格 和最結束的影格 那目前我們只做了100格 所以我就用1到100 好 那最後 最後你要 你做出來的這個blender的東西 你一定要把 會把它弄成影片 對不對 好我們現在告訴各位怎麼弄成影片 在這裡 在這裡 各位會看到有一個這個相機 你去選這個random 這不是相機 這叫random 這是成像 那最後 那最後在這裡 那最後在這裡 你會看到說它有 它有輸出的資料夾 那預設是輸出在根目錄的tmp資料夾 那我們就讓它輸出在tmp資料夾就好了 現在的起始影格是1 終點影格是100 那這是對的 那這裡有一個animation animation我一按下去 它就會開始跑圖 但是請注意一下 現在它的resolution是1920x1080 這個其實蠻高的 那但是它這裡設的是50% 所以會變成一半 一半的話就是 960x400 我覺得還是太大 我把這個設定乘1024就好 乘以768 好 我們設定乘1024x768 然後50% 這樣就好 好 這樣子跑會快一點 那我在這邊呢 我只要按下animation 它就會開始跑 好 但是我建議先存檔一下 所以先存檔一下 那我把它放在 就這個資料夾裡面 我們建一個 blender homework好了 建一個新的 然後這個就叫做animation1 好 叫animation1 那我把它存在這裡 雖然名稱也叫animation1 好 那就存下來 那這時候我如果按下animation呢 你會發現它開始跑圖 好 那跑圖的速度會比較慢 因為這個跑圖它會 它會去計算光線之類的 所以它又速度會比較慢 但是它跑出來品質會比你剛剛的那個 出稿看起來好很多 好 所以我現在跑圖 那你可以看到它跑到現在12格 有沒有 13格 14格 那你會發現說我們現在光是 這麼簡單的動畫 它跑圖其實就沒有很快 所以我跑100張可能得跑個3分鐘到5分鐘 那如果你的動畫很複雜的話 你跑100格 有時候要跑上半個小時也有可能 好 所以這個要看你自己的狀況 還有解析度也有關係 你跑圖的時候解析度多少會影響到 那這邊有一個屬性是24FPS 代表說每秒鐘是24個影格 那你可以調整 譬如說你希望說每秒鐘的影格數少一點 這樣你就不會跑那麼久 那其實有很多動畫 每秒鐘5個影格就夠了 像那個海賊王的動畫 每秒鐘可能只要5個影格就夠了 那你如果覺得太慢的話 你可以調整這個 那另外還有一些屬性 這邊暫時就不看 這些之後有機會再講到 那目前只要會跑圖就可以了 那跑出來你要注意 它現在是設在點TMP 所以它跑出來的圖會放在TMP裡面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它跑圖的樣子